文贵 说了让我去看鸡汤 自己又跑没印 我只是去送送夏侯叔叔跟温小姐 这么一会儿就想我了 谁 谁想你啊 林大盟主是大盟人 哪像我竟做些打杂的事情 你若是嫁给我 大事小事都由我来做 喝你的鸡汤 谁要嫁给你啊 不嫁给我 你要嫁给谁啊 普天之下 最适合你的人就是我了 怎么 没了你我还嫁不出去了 要娶我的人可多了去了 盟主 求安来迟了 求安 你怎么来决安了 护法姐姐 是盟主命我前来的 你来了刚好 盟主说我嫁不出去 我可以嫁给求安 真的吗 可我已经有婚约了 林方 你可不许欺负求安啊 她还是个孩子 求安 我有欺负你吗 盟主 求安的确已经定下婚约 对方也是苍无武林世家之女 原本想上书禀名盟主 正巧盟主宣我过来 便想着亲自说一声 恭喜求安 这可是大事 待你成婚之日 我和你护法姐姐 一定会带着厚礼 前去恭候 先谢过盟主 护法姐姐 怎么了 小小年纪都要成婚了 求小当家总是事事兴在人前 不像某些人啊 整天稀里糊涂的 某些人是谁啊 盟主 我还是去书房等你吧 这可怎么办 求小当家都有婚配了 我 大不了我不嫁人嘛 你快去探事情吧 我就喝鸡汤 好 什么 我说好 你快去探事情吧